他就是個蹭流量的感覺 他根本什麼都不知道 Sky 葉智光 槓上民眾黨組織部副主任 林昭映 全一位先前Sky上節目 稱自己是木可公司人頭 還說自己曾在木可團隊裡任職 甚至帶電1300萬競選活動費 沒下文 木可13號聲明 這位Sky先生從來沒任職 將提告 律師加入戰局現場喊告 是因為林昭映指控麗鼎公司 根本是詐騙集團 沒獲得授權私自做KP小物 逼木可公司吞下去 還謊稱自己是木可團隊的 那這Sky到底是誰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一般的小草 就是支持著柯主席 所以我們其實也沒有想過 會走到這一天 第一個 我不是麗鼎公司的員工 第二個 這個所謂的木可總經理 我想各位沒有聽我親自自己說過吧 都是廠商這樣得到的信息 木可李文娟你是董事長 已經講得很清楚 Sky你是總PM 請儘快提供在群組一起討論 拿出來對話紀錄想證明 木可負責人李文娟曾說Sky是總PM 只是原本採訪通知寫下要告木可公司 最後只剩下告民眾黨林昭映 他就是心虛啊 甚至他直接在媒體面前講說 我沒有合約 我不是木可總經理 我也不是立頂的員工 那他根本就沒辦法告啊 他告什麼呢 他告被笑的嗎 演就演像一點 演得很好 下次不要再演了 從民眾黨假仗宜雲 開出木可公司和廠商款項問題的支線副本 最後同樣演變成 你告我 我告你 TV的宣傳 謝宏瑞 吳奎原 狀態於台北藏門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